古异天魔地也是一棱 道 竟然是换身 好可惜 给我碎 一道低鹤声响起 萧炎手持火焰骨齿化作一道火光 对着那灵力刀芒一感而下 熊熊地眼所化的齿芒将万里之地劈开 轰在了紫色刀芒上 轰隆 两股力量相撞 随之而来的是犹如烈焰风暴一般的能量冲击 只见得那时空乱流之中 肉眼可及之处 空间不断地崩塌 甚至连空间碎片都是无法承受那种冲击 爆碎开来 爆炸中心飞出两道流光 一道紫色流光魔气腾腾 一道赤色流光地炎还身 而另外两名天魔地则是在此刻找准时机出手了 一位天魔地魔影一闪 便是出现在萧炎身后 魔气环绕死气横生 对着萧炎的背后狠狠地点下 死气拨指 巨大的黑色手指 破空而来 萧炎连忙一掌挥出 地炎源源不断冲出体外 在虚空中凝聚出一道火焰剧长 硬生生地将那黑色锯指击碎 同时那位天魔地也是横飞了出去 姐姐 死吧 与此同时 一道阴森冷笑声响起 另外一名天魔地也是在此刻凝聚出一道巨大的魔影法相 对着萧炎一拳哄出 两人一出手 便是展现出了极为默契的配合 时机掐得很准 但萧炎所有的退路都是彻底的封死 而且出手竟是杀招 丝毫不给萧炎半点的机会 萧炎面对两人的接连出手 并未感到慌乱 心神移动之间 一道巨大的灵魂虚影 迅速地出现在了其身体之外 对着那魔影法相 发出一声怒吼 猫 那惊天动地的灵魂音波 根本是无处可防 席卷了万里时空万流之地 宛如实质的音波波纹狠狠地撞击在了那道魔影法相之上 混叉 魔影法相之中出来一声怒吼 周身的魔气都是一阵翻腾不停 那位天魔地只感到灵魂一阵阵地刺疼 仿佛被其生生撕裂了一般 黄泉天怒的所传出的音波更是波及到了灵魂所在的战场之上 恐怖的灵魂冲击 又连歇天魔地和朱天魔地都是在打斗之中心神恍惚了一下 八伏手 灵魂也是在此刻找到时机 伸出手掌朝着前方狠狠地压了下去 缠绕着八股灵力的巨手破空而出 散发出无边的威力 直接将朱天魔地和歇天魔地那巨大身躯打飞了出去 另一边的赤龙则是在那位天魔地狮神之间将其缠住 风里的龙闸想要将其整个魔区撕碎 古异那家伙搞什么鬼 朱天魔地和歇天魔地在虚空之中稳住身形 脸色十分难看 为何炎帝那边的战斗还能波及到他们 此时的灵动手持雷地权杖 脚踏雷海缓缓走来 手中的雷地权杖重重一摞 千里虚空见是雷霆降落 随之落下的还有一道低沉之声 大黄 触摸 这道低沉之声携带一种极为古老的气息 自天地之间席卷而开 下一刹那 时空乱流之中 仿佛是出现了一片黑暗的虚无 而在那虚无之中 一种太古蛮荒般的气息 传荡开来 太古蛮荒般的气息散发而出后 那些犹如金色液体般的荒芜之气 直接是化为一股股洪流 源源不断 见此长景 歇天魔地 脸色阴沉 道 巫祖 本地承认你的确是很强 或许整个大千世界也只有那炎帝 可以与你比金平齐 若你真以为平你就能击败我二人 那未免有点太小去无足地运了吧 灵动面色平静 并未理会歇天魔地 而是一步步踏出 每一步踏出 就是一到万丈灵光冲上天际 一瞬间 漆黑的空间乱流中布满八种颜色 每一种颜色 都是代表着截然不同的灵力 绚丽的光彩铺满天际 浩瀚无边 景象奇异 如同天结降临 玄傲无比 光化 平平淡淡的两字落下 八种截然不同的灵力 竟然在虚空上重足演化 竟然全部转化为荒芜之气 灵动的身躯 也是在此刻 接受着荒芜之气的洗礼 皮肤之上 几乎是在瞬间 便是涌上金灿灿的色彩 一种极端滚烫的热流 字体内蔓延开来 可怕的能量波动阵的 这片空间都开始颤抖了起来 现在灵动的境界实力 可以重足演化 自己的八色灵力化为荒芜之气 哪怕是在空间乱流之中 也可动用大荒芜精的力量 该死 不能让它继续蓄力了 解天魔地 魔地也是感受那股致命般的毁灭波动 面色略显阴异地对着猪天魔地说的 到这时候了 我希望你不要继续留守了 猪天魔地点了点头 他此刻的表情也是异常的凝重 两人此刻也是同时出手 狂暴的魔气在虚空中翻腾 魔物散去后 竟然形成两道巨大的魔地真身 魔地真身的每次吞吐魔气 都会伴随着一片片空间的坍塌 轰隆 两道巨大魔地之身暴力而来 魔影如同流星一般 在漆黑的空间内 留下一道长长的痕迹 猪天魔地真身一个闪烁下 便出现在灵洞身前 滔天魔气夹杂着血光 明显出一把巨大的血色镰刀 朝着灵洞砍下 魔歇真 在猪天魔地出手的同时 邪天魔地也是不约而同 施展出天赋神通 漆黑的魔气自其体内暴涌而出 飞快地在魔地真身的削尾之上 形成密密麻麻的紫色针芒 然后便是如同狂暴风暴雨 一般朝灵洞射去 紫色针芒所过之处 在虚空中大出一个个窟窿 协议魔气的童话下 就连空间的自然复原都慢了许多 灵洞的目光中出现一道金光 面对两位天极魔地真身的围攻不退反进 伸出那荒芜之气洗礼后的 暗金色的手掌对着虚空轻轻一按 大黄球点手 一掌打出 空间之内能量顿时狂暴而起 一只巨大的深黄色巨掌凭空出现 然后轰隆隆地撕裂空间 带起可怕的声势 与那血色镰刀狠狠地撞在了一起 天魔地真身体内的魔气好一阵翻腾 显然那一击之下胜负一分 乾坤鼓阵 进 刚一掌打出 灵洞不敢有丝毫停留 手掌一番 只见得一道悬傲无比的光阵 自其掌心中浮现出来 随后朝着歇天魔地甩了过去 呦 光阵自灵洞手中掠出 然后迎风暴涨 短短数息间 便是化为数千丈庞大 直接将这片黑暗空间 尽数的笼罩 就连那暴雨般的紫针 也是被阵法当中的强悍稀里生生地拖了进去 这是什么鬼东西 斜天魔地怒吼一声 那无数紫色针芒暴涉而出 而那座古阵当中却是交织亮起 无数道晦涩而深奥的符文 硬生生地将那无数道紫针磨灭 乾坤古阵高高悬浮在斜天魔地上空 运转之间 仿佛连这片空间都是开始扭曲起来 吼 一阵龙音声响起 那片战场上的赤龙之魂 似乎已经有点支撑不住了 林洞也是有所感应一般 眼中寒芒闪烁 挥手之间 八道祖符洞传了空间 出现在那位天魔地的头顶上方 阿祖琉璃波 镇魔 一道宛如天地法令般的声音传来 那八道符文开始融合在了一起 形成一个山岳般大小的琉璃波缓缓落下 那琉璃波之上 似乎是铭刻着八道古老符文 这八道符文 时而化为雷霆 时而化为火焰 寒冰 在那琉璃波上蜿蜒流淌 而这琉璃波一出现时 便是引得天地震荡 一股无法形容的波动席卷而出 好 八祖琉璃波出现的那一刹那 那位天魔地内心中只有一个想法 那便是逃 因为那琉璃波绝不是 他这种天魔地可以挡住的 铺上 滚开 天魔地怒吼一声 犹如石质一般的魔器 化作两只巨大魔手 硬生生地将赤龙的身躯轰飞出去 强大的魔器撕裂了空间 他想逃脱那琉璃波的禁锢范围 这时 一种极度危险的感觉涌上心头 还不等他反应 那八祖琉璃波内衍生出 八道符文长链落在了魔影之上 想要将其拉入琉璃波内 不祖 既然你咄咄逼人 那就随着本地一切文落吧 魔影上面孔猙獰无比 浑身魔气开始翻腾暴涨 努力地挣扎符文长链的禁锢 万千魔光字体内涌出 一股狂暴的力量也是在此刻绽放 将在这里自爆 又岂能随你 林洞冷笑一声 一挥手一道灵光打入八祖琉璃波内 陡然之间 琉璃波疯狂地旋转了起来 直接将那自爆的魔影照入了其内 轰隆 八祖琉璃波内魔气横冲直撞 在此时犹如是风暴一般 疯狂地肆虐开来 八祖琉璃波也是在此刻剧烈晃动 魔气风暴一道接一道席卷而出 八祖琉璃波内的八色灵力开始疯狂镇压 雷霆 火焰 寒冰 黑暗等八种不同属性的灵力化作一道道特殊符文 封印着那狂暴魔气 八祖琉璃波内 八种彩色灵力不断演化 分解着那残余的魔光 林洞大笑一挥 琉璃波化作一道彩光没入秀中 他也懒得查看琉璃波内的状况 一位圣品中气的天魔帝 在八祖琉璃波内根本翻不起风浪 混账 林洞刚刚收起琉璃波 朱天魔帝真身便化作一道魔光飞掠而来 充满杀意的咆哮声在天际响起 庞大的身躯一瞬间好似横渡了半个星河 巨大的手掌朝着林洞抓去 同时间 魔帝真身八个猪腿中的两个前腿化作两道赤色流光洞穿了虚空 想要将林洞定死在虚空当中 真是祖福 星末之界 林洞一挥手 面前的虚空一阵扭曲 忽然多出两个如同深渊一般的黑洞 嗡 一道细微之声响起 那两个猪腿便是没入了黑洞当中 天珠魔帝只感到自己刺到了一片虚无 同一时间林洞的双眸之中射出一道火光 撞向了那魔帝之手 火焰祖福 近膝之离 赤红色的火光 直接在虚空当中化作一道火焰风暴 犹如火龙的吐息一般狂暴无比 炽热的温度足以泯灭大部分魔物 咚 一道破灭之声响起 火焰风暴硬是阻挡了魔帝之手的降落 林洞的身影化作虚无 再次出现时已经在万里之外 该死 这家伙究竟修炼了多少种灵力 朱天魔帝努力地挣扎住黑洞 盯着远处脚踏雷霆的林洞 一时间脸色难看至极 火 乾坤古阵之中响起一道咆哮之声 歇天魔帝的千丈魔身散发出万丈魔光 那巨大的蝎尾上亮起一道彩光 直接洞穿了乾坤古阵 不曾停下的蝎吻朝林洞次来 掩雷指 望着那散发着紫色寒光的巨大蝎尾 林洞面色凝重 去指灵通一点 浩瀚的灵力转化为一道火光和一道雷光交织而去 哼 百丈之大的眼雷指点在了蝎尾之上 先是火光腾腾 两者僵直不下 紧随其后便是由一股 狂暴无比的雷霆之光建设而出 在虚空中炸开 力量冲击之下 所接触的空间顿时崩塌 无数道空间碎片在风暴之中肆虐 任何一道都足以撕碎一名普通天至尊的肉身 这家伙竟是如此之强 朱天魔帝化作流光来到西天魔帝身旁 层出不穷的神通打怕了 邪天魔帝望着那儿如同磐石一般的身影 深吸了一口气道 先尽量拖住无阻 等古异那边的战斗结束 说完 两人对视了一眼 显然是打算等古异天魔帝结束战斗 一同对付无阻 他们不知道的是 那片空间乱流的另一头则是火光冲天 准确地说这里已经不再是虚空 而是一片无尽的火海 霸道的帝眼直接把那片魔玉都笼罩在内 恐怖的魔器 都是在这绚丽火炎之下 被迅速地燃烧蒸发 霄炎的身体表面也是燃烧着绚丽的火焰 其身旁则是狼 豹 狮 狮 教无道火焰之灵咆哮苍穹还宇 震饰了乾坤雨内 这霸道的火焰究竟是什么鬼 这威力恐怕已经不属于圣天那家伙的圣魔炎了 古异天魔帝面似阴异 浑身磨起笼罩 抵挡那绚丽地炎 就连他的古刃表面上都有一两朵火花残余 未能熄灭 火炎之内 反而是霄炎和五道火焰之灵围着三位天魔帝 这等场面 显然是有点滑稽 冲出去 那两位天魔帝对视一眼 皆是一咬牙 爆发出万丈魔光 魔光之中冲出两道巨大魔帝之身 朝火海之外冲去 别人进了我的火海 那就别想出去了 霄炎冰冷的声音传来 劝力地炎自体内疯狂涌出 五轮离火法之下 五道火焰之灵踩着火海朝那两位魔帝跃去 见此攻势 那两位天极魔帝也是脸色一变 因为它们能感受到那五只火灵的气息 任何一只的实力都不输于圣品出七 天魔之杯 天魔之柱 两道巨大魔帝身上亮起道道子光 汇聚而来的魔器 竟然在各自手中形成一道千丈大的石碑 和一道千丈庞大的石柱 两位庞大的魔帝 真身分别手持千丈大小的天魔石碑和天魔石柱 浓郁的魔器疯狂涌出